龙珠超,沙鲁要是复活,挤住悟空和弗利萨的细胞,可以达到天使水准。 龙珠中,戈罗博士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报仇,于是一直潜心制造人造人。 但是普通的人造人根本不是孙悟空的对手,于是有了终极人造人的策划。 只不过制造终极人造人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,还没有完全就放弃了。 但是,终极人造人的计划并没有因此停止,一直有一台计算机在进行驻。 多年之后,沙鲁作为一位通过细胞培育而成的终极人造人诞生了。 在孙悟空和各种强者战斗过程中,这台机器秘密收集孙悟空这些人的血液细胞。 从而让沙鲁体内拥有孙悟空,弗利萨等人的细胞。 凭集这些细胞,沙鲁可以变成超赛,甚至自爆恢复之后,突破到超二的水准。 可见,即便只有细胞,沙鲁依然能发挥出细胞本质上的所有能力。 而孙悟空和贝极塔,已经可以变成超赛。 如果沙鲁能和弗利萨一样复活,是否也能变成神之领域的超赛呢? 首先,孙悟空和贝极塔之所以能变成超赛,是因为他们在维斯的食道下,能感应到什么气息? 然而这还不够,还需要进入特殊的空间修炼,这才让孙悟空和贝极塔可以变成超赛。 由此可见,沙鲁即便复活了。 但是没有维斯的指导,更无法进入特殊空间修炼,是无法变成超赛形态。 但是,沙鲁除了孙悟空和贝极塔的细胞之外,可是还有弗利萨的细胞。 这要说来,沙鲁是可以变成黄金沙鲁。 因为黄金形态不需要改命神的气息,当初弗利萨复活之后,四个月的修炼,并没有看到神的踪影。 而是随便找来一个人当陪练,四个月后,顺理成章地变成黄金弗利萨了。 这就说明,沙鲁有希望能变成黄金形态。 虽然在之前的战斗过程中,没有看到沙鲁展现弗利萨细胞的能力。 但是,却有一个细节可以发现,沙鲁是拥有弗利萨的能力,那就是沙鲁的想法是打败孙悟空这些人之后,就将地球灭,塞亚人无法在宇宙中生存。 但是弗利萨却可以,从这点就可以证明,沙鲁拥有弗利萨的能力。 既然如此,沙鲁自然也可以变成黄金形态。 更为重要的是,沙鲁体内因为有多人的细胞,并且这些细胞都已经被沙鲁激活了。 这相当于沙鲁是孙悟空、弗利萨、比克这些人的综合体。 这样的一个人,潜力是没有上限可言。 一旦让沙鲁修炼一段时间。 别说黄金沙鲁,有可能会让沙鲁突破到比黄金形态还有强大的层次。 虽然说沙鲁因为难化的原因没有被作者复活。 但是,一旦让沙鲁突破到新的形态,换成一个容易化的形态就可以。 可见,沙鲁难化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 可作者依然没有将沙鲁复活。 其中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因为沙鲁的潜力过于可怕导致,一旦被复活,将可以修炼到天使水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